《蜘蛛人返校日》 Spider- Homecoming 蜘蛛人返校日 Sony跟Marvel 合作推出的全新蜘蛛人電影 在Toby McGuire、Andrew Coffey 之後 Tom Holland 要來扮演最新一任的蜘蛛人 John Waters 指導 Tom Holland Robert Donnie Jr. Michael Keaton Marissa Tometen 主演 蜘蛛人的電影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愛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拍 是有很多原因的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蜘蛛人的特色 是非常的有活力 有一種年輕人才有的氣質在 不管是哪一任哪一個版本的蜘蛛人都是 而現在加入漫威宇宙 這個蜘蛛人更是設定他完全就是一個高中生 是演他的Tom Holland 也只有21歲非常的年輕 這個友善的好鄰居看起來 就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大人 於是《蜘蛛人返校日》最特別的就是 把這部電影的焦點完全放在這個高中生的身上 這個青少年會遇到的問題上面 關於人際關係 關於偶像 關於青春 關於追求認同 非常大膽的做法 而且挺成功的 Tom Holland的表現 比起他在《美國隊長3》裡面的驚紅一撇更為出色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版本的Peter Parker 容易激動容易亢奮 有著不穩定的情緒 讓他完全展現出屁孩的本色 不成熟的下場在這部電影裡面可以看到非常的多 他一直在犯錯 電影中出現的所有災難幾乎都是他直接間接造成的 而這個蜘蛛人跟鋼鐵人的關係 可以說是這部電影的核心 雖然Tony Stark的戲份不多 但這位前輩真的是用心良苦地在教導這位後輩 用自己過來人的經驗去保護這個年輕人 不要再犯他之前犯過的錯 在劇本的後段有一個非常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橋段 我覺得設計得非常的漂亮 那個場面真的是非常的緊張 而且完全意料不到 而且這個橋段非常有趣 在你千辛萬苦實現了你夢寐以求的願望之後 你卻發現這個美夢是你努力想要逃離的惡夢 我想很多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會有類似的經驗 例如考上一所夢想中的學校之後發生的事情 這集雖然在預告當中出現了很多的反派角色 幸好在電影當中主要的反派人物還是 Michael Keaton 飾演的圖鷹 這個演過兩集蝙蝠蝦的Michael Keaton 當然是表現得非常的成功 非常的有魅力 把圖鷹這個角色的詮釋非常成功 而且是一個相當與眾不同的反派 電影也用了開場的一小段讓我們去認識他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他比起一般的反派來說更像只是一個小人物而已 不過也就是因為這個角色設計的關係 無法在角色個性上展現出更強悍的力量 在劇情的張力上面還是有少了一些的感覺 有點像只是在學校裡面跟高年級打了一架而已 電影的重點還是放在Peter Parker找尋自己的定位上面 還有獲得認同等等這些青少年的問題 我也喜歡Peter Parker那些自拍的影片 完全把現在年輕人生活的感覺放進去 蜘蛛人返校日這部電影在校園的部分我都非常的喜歡 反而是在當英雄救人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有點無聊 大戰的部分畫面的閃光有一點多 我看完之後有一點身體不舒服的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跟我一樣 最大的缺點就是史上罪證的美神 細分太少了這一定要扣很多分才行 幸好在最後另外一位很久沒有出現的一個角色 登場了一下下又補回了一些分數 總體而言這是一部輕鬆不用太嚴肅去討論 什麼責任問題的超級英雄電影 這部電影告訴我們還不用急著這麼快長大 請在可以當小孩的時候繼續當小孩就好 不只是重開機重新定義了我們對知書人電影的想法 相當成功的一部青春英雄片 我會推薦給在青春期一樣是冰原人的老魯小魯去欣賞 《蜘蛛人反向日》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到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請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真的不好意思最近上傳影片的時間有一點點不穩定 然後我會盡量盡量再把時間而來拍攝影片給大家看 那也請大家繼續支持還有鼓勵我繼續拍影片 如果你對今天的影片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或者你對知書人反向日這部電影你喜歡或者是不喜歡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期見拜拜